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 又是我世榮跟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中會跟大家說說不正常的騎練報名、配搭、挑騎 我們一般都稱之為鬼上身 正路應該是跑近一點的那隻報贏馬路程 亦都選一些你贏過的馬,信心當然會大一點 如果特意選一些牌面比較低而又同場的話 我們一般就會在火爐邊用著上面的肩仔 一起跟大家說鬼上身 先跟大家說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刻帶大家看一下這次有什麼騎士是鬼上身 這次的鬼上身牽涉到兩匹馬 一匹就是梁家俊的新威力 這匹成日包尾輸很多個馬位的馬 之前的課期由梁家俊試襲一手包辦出賽也是他 但是同場他明明有隻聖靈之驅 在上季比較早的時候曾經試過贏過幾馬位 相當輕鬆 這次他竟然不騎也不是因為130磅做不到磅 走去騎隻完全沒有賽職的新威力 這個鬼上身相當明顯 另外一個就是巴道的選擇 三匹他騎過的馬之中 他影輸過被騎隻快樂歡騰 雖然是彈掉後面馬神好運一些新聖的頭馬 但是也都要留意 看看有緣人上次他輸給香音 其實也都有個第二 至於另外一匹澳遊之聲 更加是剛剛贏馬 兩隻有機會贏的他都選擇棄騎 有理由相信這隻馬根本贏面更大 兩場鬼上身同一場入面發生 大家千萬要記住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